这位是晓云 大名张静书 听着熟吧 身高一米七零 近年二十岁五十一公斤 表演戏的高材上 唱歌可唱得没了志了 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以后 一会儿去客厅 我呢 让她跟你好好喉两嗓子 蔡总好 您好 懂事 真懂事啊 来 走 这位是Betty 今天是她二十一岁的生日 身高一米七九 五十三公斤 国际服装大师工作室 签约模特 这还可以 身材 一会儿咱们喝美了 让Betty给咱们走一台步 陈总好 走 葳葳 葳葳 今年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六八 四十八公斤 外企白领 平常是好个 跳个舞啊 喷个刃啊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您好 最后 我要隆重推出一位小美女 一 身高一米六六 四十六公斤 护士学校刚刚毕业 出出茅庐 未经社会 可以说是 从没谈过脸 陈总好 老陈啊 相云 какой 是 没干了吧 大家都你 真是的 死呗 然后叫我 他这劲就插过去了 你们几个谁要是真看上他了 赶紧下手 我跟你们说 老陈百分之百的 靠谱好爷们 将来一定错不了 小薇言 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个 将来一定是个好丈夫 你们要是谁 今后跟他生活在一起 那算是抄着了 这就乐上了嘞 小薇言 我说什么来着 我这照看定下 陈总 好久没有看您笑了 老陈你能稍微矜持点吗 龙哥 你说你这品位 什么时候能提一提啊 小薇言 这事你也有份啊 我 不是 我今天就是来蹭吃蹭喝的 主要任务就是点菜 再说了 这么好的想法 我这脑子肯定 这都是龙总的建议 不不不 这我也是 跟陈总学的呀 你说你们几个年纪轻轻的 没事在家看看书不好啊 出来瞎混人的呀 混吃混喝的 能混一辈子 都挺好的小姑娘 干吗非得把自己变得这么庸俗啊 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 就为了白吃白喝白玩不花钱 到处跟人家玩暧昧 要真让你们把自己卖了 你们倒不敢了 什么把自己卖了 龙哥 您听听他这话说得多难听 这就您所谓的有为青年啊 不是 几位美女 误会了 我们陈总可能是措辞不当 怎么措辞不当了 我这词错得特别大 行 大大大大 但 但是她心情不好 她刚 别的女人把你甩了 拿我们出什么气啊 对 走了走了不吃了 走吧 别 别要几位美女 等会儿 好 你怎么在这儿 张阳让我过来照顾你 我没事 你回 回 我自己想 云南的事 对不起啊 我不该叫朱连他们一块过去 别跟我提云南的人 但是 云南跟你没关系 那我自己的事 也能不让你跟我说对不起 云南说对不起 应该是 也应该是我对不起你 真的 张阳 我不配真的 不配你这么对我 你回 我自己想 没事 等你好了 我再走 回去吧 自己想 我 你 你是不是特讨厌我 别再我说 我一点也不讨厌你 真的 你 你人一特好的女孩 要怪就怪朱连 她真不应该把你介绍给我认识 回去吧 真的 我自己想 真 没事 没事 我真的没说我自己行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说我自己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